当两个形影不离的闺蜜反目成仇会是什么结果 莱尔被苏拉当众打脸 莱尔强忍着怒火 她曾无数次梦见自己手刃苏拉逐渐黑化 可她现在还不能这样做 转身离开了会场 她的眼神一看就知道老娘不好惹 回家就对阿伟上演了欲情故纵的把戏 莱尔故意拨通了阿伟电话 下一秒又直接挂掉 将手机放在桌上倒数三个数 会章果然回电 不得不说莱尔确实把阿伟拿捏得死死的 阿伟当即约莱尔下周见面 回到家便对苏拉不理不睬 苏拉越想越气 她清楚地记得宴会那天 阿伟看莱尔时的神情 那眼神从未在自己身上出现过 抽出锐利的玩具 再看看熟睡的阿伟 她缓缓向前靠近 企图就此了结阿伟的余生 可她太爱这个男人 终究下个去手 苏拉不甘心 白莲花莱尔为什么还能肆无忌惮地到处晃悠 而自己却因为爸爸的原因什么都做不了 可偏偏怕什么就会来什么 手机上的号码令她不寒而立 一个上午苏拉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 她被搅得心绪不宁 自己那晚好不容易逃跑 她可不想再被爸爸抓回去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苏拉只好硬着头皮接听 副会长机的团团转 刚回家就被财阀老爸摔到地上 打骂的声音通过录音机传到了莱尔监控室 财阀边打边说要把苏拉关进密室 说完还不忘吩咐手下打开密室门 苏拉吓得连练求饶 她不想像当初妈妈一样被教育而死 好在自己最近拿下商场 答应给爸爸股份 爸爸这才饶过她 苏拉将一切不幸归根于莱尔 她也要让莱尔常常失去一切的痛苦 而莱尔看着大荧幕上苏拉与阿伟的笑容 何尝不是一种煎熬呢